我听到你说他做饭那一段 我就想明白 你就活该你知道 为什么 你给他创造成熟的条件了吗 饭做得不好吃 我宁可自己做 看他那边要问我 我宁可自己做 是啊 那所有事情吧 看他家务 做不好 还不如我自己做 他赚钱也赚不好 还不如我自己赚 那不就都是你吗 好像结婚是你的终点 是吗 有一句我特别不同意的话 叫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很不同意 但是你不可否认 他有他的一定的合理性 他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就为什么撒娇女人会好命 因为撒娇的女人 她形成了一个激励机制 她通过她的撒娇 鼓励到一个人 说你做这个事 做特别好 我全靠你了 他这个激励机制 让一个人去不断地去做事 去付出 事做得多了 他慢慢就会了 最后我跟你讲一句话 一个人真的想要自强 就自己去做决策 你不要把决策权交给别人 然后自己吃了苦之后 又开始在那边拼命地抱怨 你所有的抱怨 最后其实你都会发现 都是你自找的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起初跟大家想法一样 就会觉得讨厌你 同情你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个男人真的这么糟吗 他不是有过几次工作的经历吗 不是都是被您给打断的吗 他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跑工地 你说两地分居不可以 他只好回来了 厮守接下来 他想我干嘛好呢 什么事情能让我更好的厮守呢 我换专业吧 换专业我该怎么办呢 一个处处茅庐的小伙子 对人生还毫无经验呢 想了一想 那我就只能通过考试啊 考试的过程里头 我怎么能够替我的老婆 减金负担呢 我送外卖啊 这些他不都做了吗 外卖不也是你让他别做的吗 然后做饭他不也做了吗 做了以后是你让他别做的呀 这个男人的人生里头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在被你指挥着 你是提着线的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木偶 目前他觉得 又能满足我老婆长相厮守的需求 又能够仿佛将来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社会上 而不是每天靠打着灵工散工来过火 仿佛只有考研这一条路了 于是我为了报答老婆 我闷头考研 考上了争取好好学 将来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不就是你给他灌输的吗 是你自己的梦想比天高啊 就像你们也明明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要办的只能是什么样的婚礼 但你的梦想比天高 你要的就是一个忠实的 没有半成一只耿耿于怀到现在啊 你边打着这个男人往前走 然后再抱怨说 天哪我怎么还在雨里淋着雨 我怎么下了班还要回去给他做饭 这是你要的呀 你完全可以在有雨的时候 选择叫辆车回家 因为如果我临病了 我将会耽误工时 我买药都比车费贵 你也还可以等雨小了再走 但你选择的是 我非要在那个时候回去 边在雨里走 我边难过 天哪我的日子里怎么没有一辆车呀 你给自己的人生设定了这么多目标 你知道靠你自己是难以实施的 所以是你绑着他呀 你逼着他为你做这个 为你做那个 然后靠抱怨来使他更加努力 因为你看不到他有任何优点 你对他提出了各种需求 所以他只好靠现在的努力 来为你换未来 不就是这个吗 你疯狂地在他身上请住爱 这一席不就是为你自己的未来 在做投资吗 所以你有什么好可怜的呢 我也不认为你将来能过上 什么样的幸福的日子 因为以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已经看出了未来生活的基调 跟公婆感情一定不好 未来你是一个很讨厌的儿媳妇 因为你对他们心存下戏 并不打算化解 打算记恨一辈子 未来你的孩子你也教育不好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放着我来 因为你做不好 我就不给你机会学 我不给你机会成长 而且你又不善于管理自己 你嘴上充满了抱怨 所以光凭这三点 孩子将会不好 老人将会不好 丈夫被你指挥的团团队 而你还在后头不停地 唠唠叨叨地抱怨我的人生 你的问题是啥 你就是像我们古代的时候 那些书生们 梦想是有一个田螺姑娘 她们最好是能够白天 就是偷偷摸摸地来干家务 夜晚她变回田螺 这样的时候她对我也无要求 还能照顾我的一时起居 而我一旦考取公民 我就可以把我们家里焕然一新 我就可以骄傲地一拍板 告诉所有人说 看投资我没错 你的心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你从来不知道对你的老婆 有一些可能不且实际的想法 认真的说不 比如说她说 放着我来做 你没有说不 媳妇 不好吃 今天你也要忍了 省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散个步呢 而是好你做 你媳妇要冒雨回家的时候 你没有说不 别回来 或者等我送雨具过去 你反而想的是 那就回来吧 既然你能回来 你对于你的妻子 你采取的就是 既然她愿意为我付出 既然她就像妈妈一样地鼓励我 那我何乐而不为地享受这一切呢 未来我只需要给她看一张录取通知书 她就会喜极而泣 夸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了 你为了未来 放弃了现在对她可以做的疼爱 你也为了一个 可能不会实现的未来 而放弃了现在生活里头 脚踏实地的每一天 该送外卖送外卖 该独言独言 这两个事情不冲突 而你学不会抱怨的话 也许你应该学会的是 对自己提要求 好好工作 好好挣钱 不要指望谁来改变你的命运 自己改变自己吧 谢谢米达老师